WE配恩五连爵士送XYG回家 无缘春季赛第三轮 喜相尽力大仙妈了 KPL春季赛第一淘汰的战队是上海RMGM 在这之后 最危险的就是XYG战队 赛前成绩是一胜二辅 上一场终结七连败 3比00封了厦门VG 似乎状态已经回暖 所以今天对阵西安WE这场比赛 除了赖神和GG 其他解说全部看好XYG 但这场生死之战他们并没有打下 首局比赛XYG碾压WE 让众人感觉到 这才是真正的XYG 他们彻底回来了 可第二局 XYG前期打出优势 可由于中期打得太过激进 被对手抓住机会 切死大和黄中 最后一波由于XYG团战追人过身 竟被WE反打成功 零换三直接顺着下路高地 五打二推掉XYG扳回一局 来到一比一平 XYG这局非常可惜 而第三局前中期 双方打得你来我往 直到十分钟 WE抢下暴军后 团战一触即发 秀斗孙上香翻进龙坑 配合林梦一星 收下进的人头 本想在追赢证 结果被WE三人回报击杀 导致这波XYG丢掉两座中塔 紧接着 WE下路越高地强行击杀XYG上演 换掉秀斗孙上香 三化二 只剩中斧难以抵挡 输掉比赛 WE打回士气 但XYG好在第四局又扳回一局 将分数打成了2比2平 最后一局 XYG前中期压着WE 拆掉WE所有外塔 劣势给到WE战队12分钟 XYG抄WE5000经济 势必要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 但万万没想到 XYG四人抓冰然梦齐未果后 竟被夏侯蹲控道 自此 XYG阵型脱节 虽然XYG三人击杀了 WE后排三人 但佩恩的满血鱼姬起飞了 二技能正扛住酷鞋下落特控伤 随即反手 将其点死 再点死XYG袖斗哥亚 拿下五连爵士 震撼全场 这是佩恩拿到KPL第一个五连爵士 也是 KPL春季赛第一个五杀 最终由于 XYG一胜三负的成绩 成为了春季赛第二个被淘汰的战队 无缘春季赛第三轮和季后赛 大线彻底麻了 什么 这个赛季季了 真的吗 季了 不得不说 这两场比赛 教练洪喜相及弟弟们真的尽力了 希望他们能在下次的席位赛 再次打回来 那么对此 小伙伴们认为 XYG下赛季能否再次回到KPL的舞台呢